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阿祖法在小屋住下 但阿祖法觉得康特妈妈可能另有目的 所以 他毅然决然地抱着孩子离开了 在烈日奄奄下 阿祖法穿过了广袤无垠的原野 他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 还是和以前一样无家可归 只能漫无目的地一直往前走 走了快一个小时的路 阿祖法又累又渴 他必须找到干净的水源 停下来喝点水 但是刚才那个小水池里的水太脏了 根本不能喝 阿祖法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了一个河道的入口 他放下婴儿床 跳到河道里 果然流水清澈无杂质 阿祖法装了满满一瓶的纯净水 自己顺便喝了几口 又用杯子给凯撒咬了一杯 凯撒端着水杯一下子 咕噜咕噜喝完了 喝完水 两人顿时凉快了许多 阿祖法背起婴儿床继续赶路 这两天 阿祖法和凯撒都没有好好吃点东西 再这样走下去 两个人身体迟早会累垮 所以阿祖法决定往大陆上走 找一家超市买点食物和饮料 走了一会 两人终于走到了附近的一家超市 阿祖法买了一些鸡蛋 几瓶饮料和零食 最后又挑选一个甜瓜和几个西红柿 好不容易才到超市一趟 阿祖法尽量多买点东西 因为如果进山找康特 又得好几天才能下山一趟 本以为阿祖法会去奶奶家里 寻求他老人家的帮助 结果阿祖法不仅没有去奶奶家里 也没有联系老者 反而抱着凯撒 再次朝着大山里走去 显然 阿祖法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十年的大山生活 已经让他把大山当成了自己的家 一旦无处可去 阿祖法第一时间就会走进大山里 此刻阿祖法心里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全 他很后悔 当初就这么不辞而别 更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拍摄者的建议 告诉丈夫自己的位置 阿祖法此刻非常想念自己的丈夫 回想着他们刚认识的时候 丈夫带着他们母女到市里的游乐园里玩滑滑梯 下雪的时候扔雪球 还有凯撒的第一双鞋子 也是丈夫给他买的 这对苦命鸳鸯 真的是太难了 原本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好 也算得上郎才女貌 可那位妈妈 就是看不上阿祖法 导致原本幸福的生活变成了这个样子 康特现在被妈妈和杰斯迫害的 浑身上下只剩下了一身衣服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而无家可归的阿祖法挺着一个大肚子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山里 他们都是那位妈妈最亲近的人 可结果却遭到了那位妈妈最残忍的对待 看着阿祖法母女目前的情况 拍摄者非常的心痛 可自己人生低不输 实力也有限 只能跟着阿祖法先走一步看一步 阿祖法询问这位干活的大哥 这附近有没有可临时居住的山洞 大哥说 让阿祖法往前走 那里有一个山洞 既能遮风还能挡雨 在和好心大哥做完告别 阿祖法背着沉重的幼儿床 抱着鼠水中的凯撒 继续朝着大山深处走去 阿祖法实在是太可怜了 好不容易想好了 回到丈夫的身边 可没有想到 回来之后却没有再看到丈夫的身影 阿祖法一边往前走着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和康特之前 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阿祖法多么想再回到过去 假如时光可以倒退 再重新来一次 阿祖法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嫁给康特 阿祖法现在真的后悔了 他现在只想找到丈夫 当面给丈夫说上一声 对不起 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阿祖法又遇到了一位正在树下乘凉的老奶奶 阿祖法说 老人家你好 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处山洞 老奶奶说 从这个位置一直往前走 好像就能看到 再说了一声谢谢 阿祖法继续朝着大山里走去 其实今天那位妈妈如果不那么强行地挽留 可能阿祖法母女就不会走了 妈妈和吉尔纳的态度 再加上丈夫离家出走的消息 这让阿祖法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阿祖法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因为只要阿祖法不走 杰斯很快就会出现 想尽一切办法让阿祖法离开康特 说不定这个时候杰斯已经得到了消息 正在小屋附近或者村里寻找阿祖法母女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路 但阿祖法并没有看到山洞 或者他走错了方向 也可能是还没有到实在走不动的阿祖法 来到了不远处的一片树林 这里可以遮挡强烈的阳光 不过却无法在这里住下 因为周边太过平坦 也没有可遮风挡雨的地方 尽管现在是晴天 但阿祖法不敢冒险 到了晚上一旦下雨 这对凯撒和他腹中的孩子都很不利 这个时候阿祖法不敢生病 他要在孩子出生之前 找到自己的丈夫 要让孩子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自己的爸爸 再喝了一些水 阿祖法饿了 他又清洗了一些水果 简单吃一些垫一垫 阿祖法不知道 自己的丈夫现在究竟在何处寻他 今天的结果让阿祖法有些意外 实在是太突然了 一时也想不到办法 在歇息了一会之后 阿祖法抱着凯撒继续去寻找那处 既能遮风还能挡雨的山洞 先解决了今天的住处 阿祖法在想接下来的路 究竟该如何走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阿祖法母女最后 能否顺利找到自己的丈夫吗